最近消息黎巴嫩全國多個地方 在當地時間17號發生爆炸攻擊事件 CNN報導已經傳出至少8人死亡 還有2800人受傷 其中在首都貝魯特这間超市 監視器就拍下爆炸当时惊人的画面 有消息来源表示 爆炸的是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呼叫器 而受傷的人包括了真主党戰士跟醫護人員 另外伊朗駐黎巴嫩大使也受傷了 不具名的真主党幹部就表示 這個是真主党跟以色列開戰以來最大的安全破口 以色列軍方暫時沒有任何的評論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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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